护士尔 泵大哥 宋总宁找你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站长销毁了你的档案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逃犯了 孙市长的死 也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了 冯大哥 太好了 你终于可以洗脱罪名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给 这是我们站长给你的信 打开看看 我们站长 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军统 谢谢你 就是这儿了 谢谢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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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歌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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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结婚吧 如果我真的是日本皇族 我决定离开上海 带着你去日本 重新开始生活 我也来了 好 咱们离开着 再也不回来了 把我爸妈也一起结过去 咱们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再也不怕战乱 也不用单亲手吧 让我们的孩子 在最好的环境里长大 不再熟悉 樱桃 这些衣服送给你 陈月姐姐 这么多衣服 你怎么不穿了 我要出国了 出国 为什么 樱桃 我要嫁给杜大哥了 你要嫁给杜大哥了 你们结了婚也用不着走啊 留我一个人 要不这样吧 我跟杜大哥商量一下 如果可以就带你一起走 真的 彭大哥 你想答应路不成加入军统吗 我还在考虑 还考虑啥呀 军统有啥好的 在打坤山你也不是没看到 他们军统的人都那样 哪有咱们麒麟帮的人好啊 大哥说了 过一阵子咱们就招兵买马 重整麒麟堂 到时候咱们又可以在一起 痛痛快快地杀鬼子除汉奸了 我们不可能让你走 大家一起出生入死 一块打鬼子除汉奸 你现在说走就走 这太不诈于了 阵主 干什么的 我要见举齿大佐 这里是你一个中国人能进来的吗 举齿大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混蛋 滚 离开 有一个地图 我会想很容易 我终维了 人就 merch了 你不要 刚刚转了 你不想像是首慈德 你不想像是首要 我那是首要 你不想像是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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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悉人的就跟首要 你不想像是首要 ada这座悉人的 好 你说 你不想像是首要 你不想像是首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按部就班步步高升 如果让你从现在做起 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 那我要怎么做呢 大哥 我有办法 你来看 中国 多么复原辽阔呀 在这上面 运藏着无尽的资源和宝藏 就拿咱们呆的上海来说 十里扬城遍地黄金 这么好的地方 难道它不该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你想让我继续留在中国 我们的祖国 资源贫乏 地震贫乏 即便你是皇族 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你看看我 我还不是靠自己的双手 一步一步地熬到了大佐 可是在中国就不同了 这里 是冒险家的乐园 这里 你我 有施展拳教的舞台 只有在中国 我们 才能够飞黄唐大 好 那我们就继续留在中国 一起打天下 我的好兄弟呀 我没看错你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其实我对军统挺失望的 除了卓宁以外 整个军统上上下下 都没几个好人 而且贪功为过 不择手段 再加上陆伯承 对他的上风更是唯命是从 这么重的光疗喜悉 我挺担心我去了之后会不适应 再说 军统我也不是很了解 是啊 实际上我对国民政府 也不抱任何希望 当年我辞去了 云南讲武堂教官的职务 就是因为不想看见自己人 打自己人 所以后来才去了东北 和几个兄弟一起 杀鬼子 杀汉奸 天哥 这件事情你就自己决定吧 大哥只能告诉你 齐琳邦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冯天哥这小子运气还真不错 案底没了 还进了咱们军统 这叫傻人有傻福 可就不知道我们站长怎么想的 我说你俩 少说两句行吗 陆震震 谢谢你帮我洗清罪名 之前你蒙受不败之冤 对政府失去信心 这我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已经还给你清白了 你应该借机会 为国家做点事情才对啊 我知道 你一直在对抗日本人 在铲除汉奸 不是我小看麒麟帮 但是你在一个帮会里能有多大作为 你真的以为一个小小的帮会 能对抗日本人 可以扫清汉奸吗 我知道你爱国 也有救过热诚 你的身手和机制 我也亲眼看见过了 坦白的说 我欣赏你 加入军统 你才会真正有用武之地 难道你真的 就像这样埋没你的才华 和这一位 这一位 但那个也太阳还没说了 所以你们几位 就 gim了 吧 我照下你 一定是在乘国 大航的时候 你要了 我说叫了 你叫了 咱们军统妙想 忍不下这种大佛 你为什么拒绝我们站长的邀请呢 这个我跟你们陆站长已经解释过了 我只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 你们军统的制度 也不习惯 你呢 还继续留在军统潜护下去 抗战爆发以前 国共打的那一战 我就是那个时候打入军统的 后来抗战爆发了 虽然国民党节节败退 但是在正面战场上 还是表现得很英勇的 既然都是抗日 又何必分第一次呢 这就是你留在军统的理由 我继续留在军统 是因为军统有很完善的情报网 可以让我更及时更准确地掌握情报 你就说上海吧 大街小巷哪没有军统的眼线 甚至连日本组织的内部 都有军统的情报员 我掌握到这些情报 然后再转交给共产党的同志 才可以更有效地抗日 也挽救了不少同胞 天哥 人各有志 我不强求 只是我以为 你进入军统 我们可以并肩作战 但没想到你拒绝了 不过只要我们抗日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不在一起 都是占有 他忘了 这就是这样子 这是啥子 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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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 你昨天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找你 有事吗 告诉你个好消息 君董现在正式把我的罪名撤销了 那你就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还有事吗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先走了 天君 你不为我高兴吗 我当然为你高兴 只不过 你现在的事情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怎么会没关系呢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道歉的 我想跟你解释我在大婚山 为什么那么对你 我知道 我那天态度不好伤到你了 是因为我怕你受伤 我不想看到你受伤 所以我才能想对你 现在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我要和杜莎琪结婚了 你说什么 她的真实身份 是个日本人 而且是日本的皇族 那个在上海呼风唤雨的菊池大佐 竟然是她的哥哥 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怎么可能放弃她 你是为了她的身份 才选择她的吗 因为她爱我 我也爱你 她愿意给我稳定的生活 天哥 我们结束了 你可以继续你的抗战 我也要开始我的新生活 所以我 我们理想不通 是时候各都各的路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们不是一路人 你 我 你 你 Jupiter coral - 少爷 老爷的后事 你打算怎么安排呀 这些事我也不懂 你看这操板吧 我想把老爷的灵魂 带回乡下安葬 我也伺候老爷一辈子了 逢年备节的 也好给他上炷香 烧点纸切 少爷 我也好好的伺候他呀 好了 你还把我这葬了吗 少爷 我老了 我这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想等老爷安葬下地 我就不回来了 少爷 你保重吧 去吧去吧去吧 是你害了我 是你害了我 啊 老爺 好些了吗 妈妈 事情办得怎么样 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 少爷怎么这么狠心呢 这孩子 就是一样的 一个畜生 要是我不会弃功的话 早就被他捂死了 老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不着急 等我养好了身体 再收拾他 胡大哥 你回来了 回来得正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杜丁海死了 什么 他怎么死的 说是病死的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咱们现在可以去找杜善奇算账 没错 这个杜丁海的确算一个英雄 他还救过我们 如果他在我们要杀他的儿子杜善奇 还有些为难 现在他死了 我们也就没有顾虑了 一声 报应 报应啊 大哥 我再告诉你一个事 杜善奇原来是个日本人 他还是菊池的弟弟 也就是说 他不是杜定海的亲生儿子 怪不得他跟鬼子一样 毫无人性 既然他是日本人 那就更加应该要杀 二峰 在 去查一查 这个人现在躲在哪儿 好 他既然是菊池的弟弟 他们就一定会有联系 我们现在找不到杜山齐 但可以找到菊池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局势跟杜山齐在车上 走 跟上他们 别跟他太紧 保持点绝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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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不知道 车好像坏了 你怎么搞的 这车是我偷来的 我怎么知道 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喂 卓宁 是我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查一辆车 开车是6313 刚过了武昌路 现在往北走了 又挂电话 小刚 帮我查一辆车 车排好6313 看到往哪儿去了 喂 我是傅小刚 帮我查一辆车尾号6313 现在什么位置 好 我知道了 卓宁 现在那辆车到了龙江路 龙江路 龙江路 继续帮我查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太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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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们到了 下车吧 那辆车 这辆车 最后到了天同路 富士山俱乐部 富士山俱乐部 这辆车最后到了天同路 富士山俱乐部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大哥 是我 他们现在去了天同路的富士山俱乐部 你们现在出发吧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框头 我们在那边框头 天哥 王海呢 还可以 他咱终于出发 那他都在那里 老婆 很后来 你不得了 他又在那上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去看他的 快隐蔽 快隐蔽 看见了吧 你们差点打草惊蛇 走吧 走吧 走 菁氏大佐 宮本大佐が来ました 宮本大佐 紹介します 僕の弟 菊池 マネヒコです よろしく 閣下にお目にかかれて 光栄です 宮本大佐说 他见到你非常荣幸 君世勁 这是这么回事 難道你的弟弟堂堂皇族 聞不到日語 我弟弟他自幼被拐卖到了中国 所以他不会说日語 請原諒 よし 好 来 坐下说话 宮本大佐 我們要建立一個 對付中統軍統的特務組織 我這個弟弟非常能幹 身手不凡 所以我希望 大佐能夠推薦我弟弟 勝任這個工作 怎麼 你想推薦你弟弟做主人 我一定會努力 他從小在中國長大 對中國的事情 他非常清楚 可是 這麼重要的特務組織 不是隨隨便便 都可以任命誰做主人 我們必須尋找 有一個號召里的人 那宮本大佐的意思是 我已經物色好了原選 林桑和李桑 他們在軍統和中統都幹過 對敵人很了解 並且 有很強的號召里 我想推薦他們 君の弟弟に よく日本語を習わせるように 失礼する 大夫 他最後幫你說一句什麼話 他讓你好好學日語 我給你 他當地的工作人員 你怎麼也會來這兒 日本人和汪偉政府 要建立一個新的特務機關 主要目的就是對付我們軍統和中統 林憲之就是為這件事來到上海的 我們本來打算在他們身上 取得更多的情報 沒想到被你們給暗殺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样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计划 什么计划 我们想知道 日本这个特务机构 是怎样的架构 还有是由什么样的人员组成 鹏天哥 我知道你对我们军统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行动方案 和统一安排 你这样盲目除奸 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 我还是那句话 希望你能加入军统 不要再瞒干了 好好想一想吧 等一下 我愿意加入 欢迎 我愿意加入军统 你不会怪我吧 想想我们麒麟邦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再看看军统 他有一个很完善的情报 他得到的消息比我们准 比我们快 再想想我们 那是爱国的热情有余 但经常也有一些盲目 远的不说 夏正平就差点被我们误杀 他不死那是因为他运气好 那以后 其他人 会不会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大哥 你的想法我很清楚 你只不过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而已 今天就差点误了事 所以说 这才是我要加入军统的真正原因 想要有效地对付小鬼子 军统的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天哥 干得好 大哥跟你说句话 不管以后怎么样 大哥一定支持你 谢谢大哥 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 你咋才回来 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 你说话呀 心情不好 出去喝酒了不行吗 你还喝酒 大哥 今天的事情我知道了 你怎么解释 大哥 那辆车是我偷来的 你说我怎么知道 那辆车到底有什么毛病 那后来去哪儿了 一直在喝酒吗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给我闭嘴 你干什么 审我 你看看你们每一个人 现在都像防贼一样的在防着我 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们 我王海到底做错了什么 王海冷静点 大昆山的事 你在最不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的 你不应该受到怀疑吗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跟你已经说过了 我确实是去找你们了 可你一直都没解释清楚 教官 在云南讲武堂 您就是我的教官 自从您创办麒麟堂之后 您又是我的大哥 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怀疑我 但您不行 现在事情既然如此 王海 只能感谢您 这么多年的悉心栽培 和对我的照顾 既然这样 我留在这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走 我走 门开 大哥 咱们会不会错怪他了 请问吧 may be Messenger 踢 你怎么了 没事 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Shopify 伯父今天我们故事 咱们的婚期 是不是应该 Psychology 惟致一下 不用管那些 想结婚就尽快操办吧 真的 那结婚以后 我们尽快回日本吧 结婚可以 但是我暂时不会离开上海的 为什么 今天我跟菊池 是建了一个什么大组 结果被她羞辱了一顿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会说日语 我们连语言都不会 到了日本怎么活 不会日语 我们可以慢慢学 我不想学 也没时间学 可是你答应过我 陈雪 陈雪 去日本 去日本我们会一无所有 你不要以为去了日本会比在这儿好 如果日本有 日本人就不用打到中国了 到了日本我们有什么 我有的只是一个皇族的空头钱 与其这样 我们不如留在这儿 至少在这儿不用为了钱发仇啊 那好吧 去不去日本以后再说 但咱们尽快结婚好吗 好 陈炎 陈雪 这庄别墅原来是我们军部 接待贵宾用的 你们要结婚了 大哥就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你们 高兴吧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那么客气 那我们要看看 从我军部 物部 我帮你不断了 是 你不断了 你们都对了 抜尔 你和五特军 先去看看房子 我跟甘味说几句话 好 好 我们先进去 等下来找我们 好 嗯 陈雪 我能和我弟弟相识 真是多亏了你啊 你们要结婚了 大哥送你件礼物 谢谢大哥 好好看看 希望你喜欢 我弟弟今后就拜托你 我终于 我终于能做战产人了 小长 你好 买点什么 我在彭天哥 是你们陆战长让我来的 好 稍等 王你好 战长 有个彭天哥找您 不是 好 请给我来 我怎么记得 有人说不来我们军统来着 怎么今天又 我明白了 一定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这脑子呀 不好使 记错了 肯定是你记错了 有谁会拒绝加入军统 而且天生装出一副 很了不起的样子 不要这样说人家 特别是不要背后说人家 站长通知到家开会 天哥 你来了 欢迎 跟我走吧 根据目前获得的情报 丁云天和李莫峰已经叛变 日本人考虑 让他们在汪精卫新成立的特务机构 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他们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 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这个李莫峰不但对我们很了解 而且还有帮会势力 蓝阳梨给他做后台 早年他就是败在蓝阳梨的门下 据说现在正在拉拢蓝阳梨 被他沉腰 是啊 这也是我最担心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和蓝阳梨勾结在一起 那就更难对付了 既然这样 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干掉这个蓝阳梨 千万不能莽撞行事 蓝阳梨在上海滩的根基很深呀 上海滩三大帮会势力 蓝阳梨就是其中之一 三大帮会同气连之 你这样盲目干的蓝阳梨 会引来上海滩所有邦会 共同对付我们军统 这样我们在上海滩就很难立足了 我跟蓝阳梨交过手 他一致的暗中帮日本人做事 这个谁不知道啊 还跟你说 如果没有日本人给他撑腰 他敢走自俊火翻卖鸦片吗 既然我们不能干掉他 那就想办法把他逼出上海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蓝阳梨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 只要我们揭露他 就可以做到 让他在上海无法立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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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ки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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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